全球汉勤平传 美国加州干旱持续了第四年 水库容量创下了历史新低 这几天加州持续高温 气象学加州预估 加州的雨季就要结束了 为了因应汉象 各地的政府也纷纷出台新的限水措施 加州汉勤演员 加州汉勤演员 主要的水源来源 降雨和积雪都创下新低 2011年3月 又是美帝国家公园 积雪几乎覆盖了山峰 到了今年3月 则几乎是完全裸露 水库部分也相同 2011年 加州企业大桥下的 奥罗维尔园公湖 满满的绿色湖水 到了2014年 只剩下一条细细的蜿蜒小溪 不过除了降雨量和积雪量 锐减之外 接下来的情势可能更加严峻 看到加州第一大城洛杉矶的天气预测 接下来几天气温攀升 到了周四周五 还可能达到华氏90度 约涉事32.2度 国家天气预报 气象学家斯威特说 这才三月份 温度就上升到华氏90度 看来雨季基本要结束了 19号 加州州长布朗 宣布紧急发行 10亿美元债券 解决干旱危机 各地也出台各种限水措施 像是洛杉矶市 只允许居民一周 给户外浇水三天 基数和偶数住宅 轮流浇水 而长汉市则是允许 在周一和周四给绿地浇水 而且不能用水管冲洗路面 还要求餐厅 只有在顾客要求时 才能提供水等 加州人口增加和农业规模扩大 加剧干旱情势 如何真正解决汉象 考验政府能力 新唐人亚亥电视张其林 专理报道